大家好,这里是小千讲故事,喜欢小千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,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话说在清朝乾隆年间,安庆府曹县往南两公里的地方,有个小山村,村子不大,也就三四十户人家。 村里有个侨夫,叫沈大牛,靠砍柴为生,一般都是早上去砍,上午挑到城里去卖,虽然赚得不多,但勉强可以养家糊口。 这一天,他早早地砍好了一单柴,照例挑到城里去卖,可吆喝得快一个时辰,也没有卖出去,正当他心服气躁之时,街上跑来一个秀才模样的人。 东张西望一阵之后,忽然在他面前停了下来,喘着粗气小声说,大哥,后面有人追我,我这里有个口袋。 你暂且替我保管一下,回头我再来取,谢谢。 说吧,也不管大牛同不同意,把他放在柴火后面,接着一溜烟,就消失在前面不远处的小巷之中了。 不一会,又来了两个人,跑得气喘吁吁,手里拿着短棒,四周搜寻了一遍后,其中一个,问旁边的沈大牛。 喂,卖柴的,你有看见一个秀才从这里跑过去吗? 沈大牛反应神速,朝巷子相反的方向指了指道,好像从那边跑过去了。 两人信以为真,把腿赶紧追得过去,可沈大牛等了好一会,也不见那个秀才回来,这眼看就到晒午了。 街道两旁的人都在忙着吃午饭,沈大牛又不敢走,只好就近买了两个馒头冲击,可左等右等,太阳都快下山了,依然不见秀才回来。 有路过认识沈大牛的人说,你还在这傻坐着干嘛,还不赶紧回家,城门马上就要关了。 到时候,你想走都走不了,沈大牛站起身说,嗯,我这就走。 接着提起口袋,是个粗不做的,还挺厚实,颠了颠,挺沉的,又用手捏了捏底部,硬邦邦的。 不知道啥玩意,他觉得自己够仁义了,等了都快一天,趁着陆日的余晖,他赶在城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,匆匆出了城。 等回到家时,天已经擦黑了,妻子刘氏见他这么晚回来,抱怨道,我以为你挑到京城去卖了,还知道回来。 沈大牛仰了仰手中的口袋道,哎,别提了,就为了等他的主人。 不然早就回来了,刘氏很好奇,一把读过道,我倒要瞧瞧,是什么值钱的宝贝,值得你等这么一整天。 结果打开一看,两人顿时惊呆了,里面是两店银元宝,足足一百两整。 刘氏惊喜道,相公,这下咱们发财了。 沈大牛的表情刚好相反,冷静地说道,发什么财,这又不是我们自己的,不能要。 刘氏不满道,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,送上门的东西,凭啥不要,如果别人想拿早拿去了,也不至于让你等到天黑。 沈大牛道,今天没来,不等于明天也不来,这可是不义之财,用着也不安心。 再说,假如他明天来了,我向人家怎么解释,刘氏道,这有啥可解释的,你就不会编个理由。 就说呗,被偷了。 沈大牛道,你真是想钱都想疯了,以为别人都是傻瓜,这也会信,说什么也没用,不能要,就是不能要。 说吧,他把口袋扎紧,藏在了一个隐秘的角落里,流失气得顿足垂胸,骂了他半个时辰之久。 第二天,沈大牛砍好了柴,准备挑去城里去卖,忽然想起了那两地银元宝,是拐回了家里。 万一那个秀才今天来取,也好顺便交还与他,等他掀开昨天藏的地方,元宝竟然不翼而飞了。 沈大牛好生奇怪,便把流失叫到跟前问, 娘子,昨晚你也看到我藏在这个地方了,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就不见了? 你说怎么回事?流失不屑地看了他一眼,道,你问我干嘛,我怎么知道? 沈大牛道,昨晚就我们两个人,又没有旁人,你是不是不甘心,悄悄把他藏起来了? 流失道,我哪有,你可别血口喷人。 沈大牛又在附近扒拉着找了找,还是没有,布局自言自语道, 这就起了怪了,难道真的被你言中,让贼人偷了去? 我看八成事。 流失幸灾乐祸道,不过这样也好,免得放在家里只能看不能用,看着让人难受。 沈大牛摊了摊手道,我几乎每日都要去卖柴,如果那人今天找我来取,我该如何是好? 流失道,你就实话实说呗,他爱信不信,还能宰了你。 沈大牛也无他法,想想也只好如此,便无精打采地挑着柴火进城了。 虽然流失的嫌疑最大,可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。 沈大牛刚把担子放下,还没来得及擦把汗,秀才就从旁边奔了过来,解释道, 大哥,你可算来了,我都等你老半天了。 昨天,我怕他们杀毁马强,守在这里不走,因而就没赶回来,让你受累了。 不知今天带来了没有,沈大牛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,生怕秀才极小,可不说又不行, 只见他擦了把额头上的汗,红着脸道,说来你也不信。 昨日,我等到城门快关了,也没见你回来去,本想今日带过来给你的。 没成想,昨晚让贼人偷了去,实在不好意思。 秀才惊诧地瞪大了双眼,重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。 爷余道,我看你是个忠厚老实之人,值得信赖,才特意放你这儿的。 没想到,也是个建立妄议之辈,想要侵吞就明说,何必找这样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理由来糊弄。 沈大牛着急解释道,大兄弟,你冤枉我了,没骗你,真的是被偷了。 秀才哪里肯信,一把揪住他就去了县衙门。 支县门报有人告状,忙急鼓声唐,端坐大堂之上,浮身看了看前面跪着的两人,一拍金堂木。 问道,下面所归何人?如实报上名来。 秀才抢先道,回兵老爷,我叫钱鹏。 沈大牛道,回老爷的话,小民沈大牛。 支县道,你俩谁是原告,谁是被告? 钱鹏道,我是原告,那你告他何事? 支县追问道,钱鹏道,我告他侵吞私人财物。 于是把事情的来由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,支县转头问沈大牛。 他所告之事是否属实,沈大牛心想,这是打死不能承认。 一旦认了,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 一百两可不是个小数目,不坐个五六年的牢, 怕是出不来。 那这辈子,岂不是毁了? 想到这里,他趴在地上,赶紧磕了个响头。 说道,老爷,小人冤枉,纯属子虚乌有。 他分明是想栽赃诬陷于我,还请老爷替小民做主。 支县一看这案子还不好审,有点复杂。 他手里承虚,来回观察了他们一会,然后问钱鹏道, 那你给他钱贷保管的时候,可否有人证? 钱鹏一听,顿时傻了眼,当时只顾脱身, 哪来得及找旁人作证? 因此,知之无无道。 大人,这,这倒没有。 知县道,既无人证,更无物证, 已叫我如何治罪于他。 反过来,他还可以告你一个诬陷之罪。 钱鹏急了,不甘心道,可我的的确确给了他两定银元宝。 知县道,空口无凭,办案讲究的是证据, 你拿得出来的话,本官现在当场就可以治他的罪。 有吗? 钱鹏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, 知县不耐烦地再次拍响了金堂木。 贺道,气没有, 就休在多言,退堂。 沈大牛顿时松了口气, 盲贵白道,谢谢老爷, 喊我清白之身。 两人出了县衙门, 钱鹏恶狠狠地瞪着沈大牛一眼, 威胁道, 姓沈大,你给我等着,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 沈大牛匆匆赶往柴市, 本不抱什么希望的。 结果一看还好, 柴火丹依然在原地, 心情顿时大好, 便以便宜往常一个铜板的价格, 很快出售了。 接着往家里赶去, 刘氏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, 一见他回来了, 颇为惊讶的, 相公,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? 那人没有告你吗? 我还以为直线会把你关押起来呢? 沈大牛道, 娘子, 你怎么知道那人会把我告到县衙? 真是神了。 刘氏道, 我哪有那么厉害, 只是猜猜而已, 你把人家的银子都弄丢了, 能不告你吗? 沈大牛道, 还真被娘子猜中了, 不过支线没把我怎么样, 因为那人拿不出任何证据, 输我私吞。 刘氏道, 那就好, 那就好。 说完, 转过身去, 继续凉晒衣服, 沈大牛走了两步, 刚想进屋, 忽然又回过身来, 问道, 娘子, 那银子真的不是被你藏起来了? 刘氏把脸一沉, 厌烦道, 你怎么又来了? 要不要我给你赌咒发誓才能信? 沈大牛笑笑道, 没藏就没藏, 何必生气? 我也只是随口问问而已, 刘氏不依不饶道, 我本来就心烦, 你还在这一直怀疑我, 能不生气吗? 沈大牛看了看他, 觉得莫名其妙, 烦啥呢? 不是自己的东西何必强求? 然后, 摇里摇头, 便独自进屋了, 过了两天, 沈大牛卖文柴, 拿着空扁单从买主家出来, 走到半路, 迎面就见钱鹏, 气势汹汹而来, 不由分说, 揪住他的衣领, 又去了县衙门, 只见对钱鹏道, 你三番两次打扰本官, 倘若今天, 再拿不出任何证据, 本官就要致你个扰乱公堂之罪, 钱鹏道, 前两日回去之后, 我苦思冥想, 终于记起, 我在那两定元宝的底部, 曾刻过我的名字, 沈大牛, 未达到私自侵吞的目的, 便恍成被偷了, 我敢断定, 那银子就藏在他的家里, 老爷派两人前去一搜便知, 只献道, 你这么笃定, 假如没搜到呢? 钱鹏挺起胸膛说道, 任凭大人处置, 只信随即拆了两名牙医, 拿上公文, 火速而去, 可里里外外, 上上下下, 翻找了老半天, 什么也没发现, 就在两牙医准备放弃时, 其中一名牙医发现刘氏站在米缸前, 身子微颤, 神色慌张, 表情极不自然, 牙医心想, 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? 然后走到缸前, 用手往米里一插, 轻而易举地就把两个银元宝捞了出来, 来回不到一个时辰, 两人就到大唐交差了, 直接拿起元宝, 仔细看了看, 发觉在底部, 却有钱捧两字, 于是立声问道, 沈大牛, 现在证据确凿, 你还有何话可说, 难道还要狡边不成? 这, 沈大牛觉得不可思议, 那天拿回去的时候, 自己仔仔细细看过, 银钉上根本没有任何的字, 还有, 明明不见了, 怎么突然又冒了出来, 难道他长了翅膀, 可以来去自由飞翔, 简直太奇怪了, 直线见他一直愣神, 也不作答, 便耐着性子, 又问一遍, 沈大牛, 你还有何话可说, 快快从十招来, 沈大牛叫驱导, 大人, 小人冤枉, 他这是刻意栽赃, 里面定有蹊跷, 直线用力一拍金堂木, 勃然大怒道, 大胆刁民, 物证就在眼前, 你还敢抵赖, 来人, 把他关进监牢, 择日再判, 前鹏等了半天, 直线并没有把银子还给他的意思, 便小心翼翼地问道, 大人, 如今案情已明了, 那, 那银钉, 是否该归还于我, 直线道, 暂且不能, 案子还没有结案, 这又是唯一的物证, 等案子了结了, 自然会如处归还, 你放心回吧, 前鹏身居一躬, 得意而去, 直线冷眼看着他出了门, 把捕头叫到跟前, 吩咐道, 你带上三四名捕快, 尾随而去, 一旦他露出马脚, 立即抓来见我, 捕头不明就里, 抓耳挠撒地问道, 大人, 这案子不是已经很明了了吗, 为何还要去跟踪他, 直线道, 你只知其一, 不知其二, 捕头道, 大人请明示, 愿闻其想, 直线道, 他第一次告发时, 为何不说, 银钉刻有他的名字, 因为那事根本就没有, 如果有的话, 这么重要的证据, 他岂能记不起来, 过了两日, 今天又说记起来了, 分明事先与人合谋, 已做好了手脚, 挖坑竟等我们往里跳, 并且还笃定说, 银子就在沈大牛家, 你不觉得这里面一点重重吗? 我故意把沈大牛关进监牢, 就是要诱使他放下戒备, 现在出了衙门, 定会得意忘形, 急着去和他的同伙蒙面, 这也正是我们揭开真相的最佳时机, 不偷道, 我现在明白了, 还是大人高见, 我这就带人盯上去, 钱鹏出了城门, 只奔沈大牛家而去, 刘氏一见, 鬼鬼祟祟四处张望了一番, 然后将钱鹏拉进了屋里, 捕头带着几名捕快, 躲在一堆柴火躲后面, 见此情景, 马上合围了上去, 只听刘氏道, 上回让他侥幸逃脱, 这次支县大人, 应该把他关进监牢里了吧, 钱鹏惊笑道, 还是小娘子聪明, 我看他每个十年八年休想出来了, 这下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, 你说呢, 小娘子, 说吧, 凑上钱去, 就想亲他, 刘氏称怒道, 讨厌, 你可得把太大叫来娶我, 否则, 我可不易, 钱鹏道, 没问题, 只要小娘子高兴就行, 捕头一看时机成熟, 向四个手下使了个眼色, 五人顿时破门而入, 将他们逮了个正掌, 此之大势已去, 钱鹏和刘氏跪在大堂之上, 早已下的浑身发抖, 他们深知, 通奸罪可不清, 一旦被抓现行, 官府可不清扰, 知仙叫人去把沈大牛带上来, 然后看看两人, 突然一拍荆堂幕, 震怒道, 你们两个好大的狗胆, 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, 竟想借本官之手除去你们的眼中钉, 实在可恶, 如今捉肩成双, 你们还有何话可说, 如不从十招来, 大行刺耗, 刘氏赶蒙贵道, 老姨息怒, 我招, 我招便是, 原来, 这刘氏在成亲之前, 根本就没见过沈大牛, 也没来过他家, 全凭父母之命, 没数之言, 细腻糊涂地就嫁了过来, 婚后才知道, 这沈大牛不仅身材瘦小, 长得也不好看, 家里更是穷得叮当响, 因而顿生怨恨, 总没真心打算和他过一辈子, 一次进城玩耍的时候, 因为刚下过雨, 刘氏不小心脚下一滑, 整个身子往后倒, 正好被后面的一公子哥伸手接住, 此人正是城里前缘外的公子, 钱鹏, 虽然已有一妻二妾, 但他仍不满足, 就像一头兢兢业业的老牛, 总幻想着, 尝遍天下所有的嫩草, 他见刘氏脸色百嫩, 身材匀称, 颇有几分姿色, 爱心顿时泛滥, 便美其名请他喝杯茶, 压压惊为由, 骗到了茶铺, 刘氏看购了沈大牛的黑苍面孔, 突然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翩翩公子哥, 偷来恋爱的目光, 心中不免小路乱撞, 早已从了三分, 后来他们又偷偷优惠了几次, 自然而然勾搭到一块了, 为了达到长几苟河的目的, 前鹏便自导自演了被人追赶, 然后把银钉交沈大牛保管, 再让刘氏半夜转移的戏码, 本想第二天告他个私自侵吞, 巨额财物之罪, 没想到被支线的一句, 你有人这么, 而破防了, 于是两人再次合谋, 趁沈大牛出门砍柴卖柴的空档, 悄悄来到沈家, 用小刀在银钉的底部刻上前鹏二字, 本以为这次万无一失, 定能瞒天过海, 将沈大牛送进班房, 哪知知现在任多年, 办案丰富, 一眼便看穿了他们诡计, 才使得案情昭然若解, 他们的奸情也大白于天下, 沈大牛在旁听的木凳口呆, 心就像被刀捅了一下, 在无声的滴血, 支线道, 如今案情真相大白, 根据大清利率, 犯通奸罪者, 欲判加号示众, 刑期一个月, 难判仗刑九十, 另外, 这一百两脏银, 判给沈大牛, 作为他的精神赔偿, 沈大牛双手接过, 王贵的谢恩, 接着支线吩咐牙翼道, 来人, 把他们拉出去, 立即执行, 两个牙翼随即而上, 把刘氏拖出门外, 带上枷锁, 然后用绳子牵着游击示众, 围观的群众, 人山人海, 嬉笑怒骂, 不绝于耳, 刘氏羞愧地低着头,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, 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讲, 就是伤害性不大, 侮辱性极强, 后悔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, 非要虚荣心作祟, 干那红星出强的勾当, 可惜已经迟了, 这边也过来两个牙翼, 手拿木棍, 把钱鹏拖到躺下, 另有两个牙翼把它按住, 一人一下, 轮流丈则起来, 九十丈过后, 再干钱鹏, 早已血肉模糊, 气若有死, 躺在地上, 一动不动, 家人含泪把他抬回了家, 可不出两日, 便期许而往, 流逝一个月的刑期, 好不容易结束了, 可解开枷锁的当天, 他就投何自尽了, 因为他早已不堪其辱, 无脸是人, 或许结束, 才是最好的解脱, 沈大牛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, 默默地替他收了时, 并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山脚下, 沈大牛手里有了一百两银子, 再也不用每天辛苦地砍柴卖了, 他用五十两把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拆了, 重新盖了三间大瓦房, 又用剩下的五十两, 在城里开了家酒铺, 由于精英有方, 通所无欺, 讲究诚信, 生意蒸蒸日上, 两年后, 他又娶了邻村李木江的女儿, 立双秀为妻, 两人情投意合, 夫妻恩爱, 来年又为他生了对双胞胎, 从此一家人过着幸福而快乐的生活, 本期故事结束了, 喜欢小千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, 我们下期再见, 感谢观看,